欢迎来到方形课堂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均线成本精准把握底部变盘点 就说在这里啊 我们通过一个均线设置 让你简单直销的去注意 怎么去把握底部的股票 从而解决很多人去 有人说超低稳健 买上很长时间不长 这节课就给你解决 什么样底部构造是要涨的 变盘向上的 听懂了吧 所以说现在这些方法是简单直销的 实际在股市当中有很多方法 只要你能做出差价来 就是好方法 那么有人就是抄底 做底部构造就跌下来 涨了好他就在这里做 等你涨到这里他就不要了 那么有的人抓涨停 抓龙头 做转线 什么涨的 好对吧 找赛道 这也可以 那么有的人只做上升趋势的调整 这也行 这些东西都不排斥 这各个做生意一样 只要能挣到钱 不管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都是好猫 对吧 不管是公鸡母鸡 能下蛋的都是好鸡 不管高手低手 能赚钱 都是好手 股市就这样 我们就是做出插页的就行 你不用去 非要去抓涨停 对吧 有的人一年就做一两支 他也能翻倍 记住 所以说 只要能盈利 做出插页来就行了 好 话不多说 我这个嗓子做完手术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还在恢复当中 咱们的课程尽量的 做的简单一些 就是时间一半十分钟左右 好了 那么感谢大家支持 你看前天有人还留言 说你既然水尺那么高 怎么 讲个嗓子嗨眼了 我跟你说 这个炒鼓啊 这个好不好和嗓子没关系 知道不 懂不懂 哎 谁说哑巴就不能炒鼓了 对不对 做人要有感恩之心 听我的课 就是有缘分在这听 你不爱听 少说谎 如果你是一个高手 你自己也整一个账户 整一个号 和大家来交流 让大家是认可你 有的人就这样 自己什么不是 没有本事 还在这手画脚 老老实实听课 不爱听的 你可以取关走人 是吧 咱们不缺这些好粉丝 对不对 别一厘米带坏一锅粥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你讲这个 讲之前再啰嗦一句 现在在参加那个百大人气评选 应要求 大家可以去助力 点个投投票 是吧 点开风行孤海 里边有一个百大人气评选 你就点开 每天能投好几次票 还能抽奖 苹果手机 好 感谢大家 来我们讲课 来我们现在第一 均线成本的设置 我们设均线为30 30啊 它是鉴于 5 10 20 和60 120 250 中长期均线和短线的 中间线 30成本为价值中枢 你记住了 这个成本线非常神奇的 你注意 大盘只要在三菱线上 就有可造作性 肯定有热点 大盘只要跌破30均线 就不好玩了 个股也这样 脱离底部 只要站上30均线 什么叫价值中枢 说一下 只要上30均线 你这只股价 就是有操作价值 如果跌破 就没有操作价值 我说的是中线 那么第二 股价从底部站上30均线 注意 它的原理 当股价站上30均线 回调不破 再过高点 就是一个机会 这里你不用什么 这个什么背离底啊 单底啊 微型底啊 次底底啊 箱体不要 只要上30均线 就有血 来我们举案例 来 我这里啊 你看像这只股票 看到吗 你可以把它设成一个 如果有的人吧 如果你真的说我想参考一下 感觉一根线不好看 你设一个10日线就行 10日和30日 你看股价站到最上面一条线 你就画临界点 这条线如果放量突破 你看站到最上面一条线 注意 看到吗 股价站到最上面一条线 放量长阳过 出拉线 就是机会 对不对 来 你看很多个股都这样 你看到吗 看好了 你不用下边什么底 股价站到最上面一条线 回调不破 放量过 看到吗 再过 脱离底部 当然了 底住的越坚挺越好 发现这里 不能坐 股价站上 回调破了 完了 破不要紧 如果能过 对吧 我们要求站30 踩30 回调不能破30 这为强势 你这样 为什么不能破30 因为你要破了30之后 它这里又来了一个低成本 拉起来容易出现分歧 来你看很多狗 对吧 你看像这只股票 这是下工 你看 脱离底了吧 这就来了 底部出来了 像这样的 短线可以不参与 来 你看像这样的 看到吗 三十均线 相体 上 回 过 好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底出来了 那么当第一步站上去 你没跟上可以等 下次一旦过这个高点 就可以了 那么像这种 是吧 都是做底的 像这种 这是做短线的 上30 踩30 是吧 一旦过顶 就能 就能 从 短线 这节课 简单 之下 如果你真的 说是资金 可以 一定要做 底部取的 不建议追高 很多人追高 小资金 可以啊 我跟你说 真的你要在故事当中 赚了大资金 几百个 打不了 你肯定不再去打板了 为什么 很多散户打板 因为我们是老股民 我们知道 一讲掌停板 你两眼都放光 为什么呢 因为 掌停板 你亏的太多了 你已经都黄瓜打了 亏50%去一半了 你老想着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抓这么一个 我就回板 对不对 你天天这样想 所以说 为什么散户 对打板 格外感兴趣 你可以打 市场好 有热点 有赛道 有量 前期是要有持续性 对不对 那么有一些 你像这样的股票 你真要打板 你还得有那个 耐心啊 对不对 像这种股票 拉这么高 你看 我今天这个案例 是从 什么呢 是从这里 看到吗 我从这个 涨幅榜上 给大家找的 这些案例 看到吗 知道吗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我给你 随便 说给你 特别找的 再一个学习技术 你听我一节课 把前面都听一下 你不是老粉丝 第一次来听我的课 前面有两三百节课呢 还有专栏课 都去好好听 连贯性要强 你觉得 我听你呢 三十日均线 没把握好 你那么听一节课 你肯定把握不好 据说高手都是连贯性的 我诚恳地跟你说 你把所有的课程 都学一遍 就我们这些方法 你一年 你都不可能全部掌握的 想成为一个高手 你得慢慢去积累 我们这些成功的经验 和这些技术方法 懂了吧 别老听一节课 就会了 像这种课 你听个几遍 像有些课 技术课 你要听个三五遍的 做做笔记 别听完了就用 这种人最容易亏损 树叶有专攻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要再想找买卖点 去专栏课里 订阅那些课程 肯定有帮助 好 感谢大家支持 点赞留言 加油赚钱 谢谢大家